这是一个复原辽阔而又低调的省份 它地处西部的中央 可人们对它直至甚少 在这里 绿色的草垫将波澜壮阔的群山覆盖 神圣的雪山及晶莹的湖水 化作长江、黄河以及蓝苍江 孕育出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在这里 我亲身体会到了祖国青藏高原的雄壮与辽国 感受到了荷黄文化的美丽与璀璨 迫不及待地将其记录并与大家分享 这就是不与我们华西洋女树千年的大美青海 大家好 我是刘俊岩 这是我航拍记录中国系列节目的第67集 青海省的第10集 在这一集 我带着你顺着西宁北川沿河北上 来到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其实在去大通之前 我去过青海东部的很多县市 相比我前面经过的陕西和甘肃来说 青海省除了西宁城区之外 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地广 人稀 很多县市的人口少得如同乡镇一般 比如前面刚更新到的黄中区和贵德县 点阅以及给我留言互动的朋友 也都少得令人绝望 不过我在大通路面上行走的感觉 还真的让我有一种回到了甘肃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青海省各县市的人口数据 处于前两位的就是西宁的两个辖线 黄中和大通了 黄中政治中心鲁沙尔镇的人口感觉并不是很多 是因为这里是双中心 位于其北边的多巴镇将本能聚集到一起的人气一分为二 可大通就完全没有这种现象 整个县城就像是上方高下方地的漏斗一般 把近乎90%的乡镇全部集中在离县城主城区不远的地方 站在位于县城中央宝库和上方的桥上放眼望去 车辆及时在磅河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 被刺骨北风吹袭下的河中绿地及磅河公园脱下了它的绿桩 与周边建筑和道路的颜色融为一体 唯有清澈的宝库河水奔流不止的能量 成功击败了欲让其凝固的北风 这条河在大通县城的中央大笔一挥 将这里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城区两岸的建筑 街道以及人气看上去势均力敌 难分伯仲 由于城西为自治县政府所在地的原因 这里的商业气息看起来更加的浓厚一些 整条人民路都是商业街 高耸密集的建筑 营朗满目的商铺 超市 影院以及小吃城 使这座县城在青海脱颖而出 与城西略有差异的是 大通城东的侧重点 更加注重当地人的起居生活 这里不仅有沿河的文化广场 城区中央还有很大的一片 拥有参天树木和两片人工湖的桥头公园 如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里拥有三坛音乐景观的南湖 被动的嘎嘎硬 然而同样是死水的北湖却是一点冰都没有 清澈的能看到下方的水草 大通东城的北边是很大的一片新开发出来的居民小区 并且有一直向北扩展之势 过境居民区的园林路 可以看到被金色玻璃木墙包裹的大型商场和新花百货的身影 商业气息类似于西城 却又更加的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看来大通已经给城市的未来选好了地方 威鹅的老爷山就位于大通东城的最南边 它之所以叫老爷山是因为山顶原有观地庙的原因 这座山的主峰海拔2928米 是位于西宁附近风景最为优美 山市最为雄伟的一座山峰 也被称为北武当 这座山的占地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 如此高耸入云却又是异军突起的一座孤峰 老爷山整体的山体母岩 为中阵弹剂石灰岩 是一座断层结构的山峰 主峰的南边都是悬崖绝壁 它历经沧海桑田的巨变 风化和水石 构成了奇特怪弹 险峻挺秀的岩洞 以及峡谷低貌 这里的山市虽然险峻 但稍有平缓的地方都被建设了庙宇和宫殿 更加壮观震撼的是 从山下上山的石阶 如黄色巨龙一样盘在山脊上 密密麻麻的有近万脊 就连我这垂直升空偷懒的无人机 都没有看到石阶的尽头 真是感叹开发这座山的工匠们的意志之坚定 其实老爷山过去的古迹比现在还要多 山上的庙宇不可圣计 不仅有三宫六殿 还有老虎洞 石柱 和火烧台等景观点缀于山间 当时这些古迹层层叠叠 场景蔚为壮观 使得每年夏秋季节 来此朝山拜佛 旅游观光的人们络绎不绝 这些古迹虽被破坏 但遗址仍存 随着大通旅游业的发展 当地政府和群众将这些亭台楼阁重新修建 残存的庙宇和古建正逐步恢复 以求将昔日的辉煌逐步展示给游人 与老爷山一样同样震撼的 还有位于其西边一公里之外的明长城遗址 这里的长城始建于明代中叶 起初全长为29里 历时51年才得以建成 从全省长城保存的现状来看 大通境内的明长城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段 也是青海省境内明长城中的精华部分 这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明长城遗址 现在肉眼可以辨识到的 只有眼前五万余米的这一小段了 这一段的长城不仅集中了众多的敌楼 关城 营城 卫索 蜂火台 而且还巧妙地与威额险峻的自然山体结合在了一起 一山就险 阴坡取势 形成了一手难攻的气势 被专家誉为青海巴达岭 近年来通过国内专家的考证得知 这里的长城是围绕西宁卫而修建的防御体系 为青海西宁进境长城的一部分 当时是为了防御明正的年间 流木在青海湖地区的蒙古博尔海部 以及明家境38年 从内蒙核桃地区进入青海湖地区的土墨特部 安达部署对西宁卫的侵扰 经过了几百年邪于火的洗礼 风雨的充实 依然巍峨的屹立在高山之上 尤其是那微微壮观的方形风火台 使得明朝古战场的场景 真切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随着清政府评定罗布张丹金叛乱之后 消除了藏族部落对原蒙古贵族的艺术关系 直接统治了藏族部落 使得百年间长城之外 村落相连 牛羊遍野 并开辟了大量的凉田 至此 长城的防御作用已经基本失去 在清雍正十年及乾隆十年 这里的长城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维修 但没有改变明长城的原貌 使得我在今日还能有幸 新省到明代工匠的宏伟工程 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觉得真是没有白来一次 节目的最后 我来介绍一下大通的美食 手工面片 手工面片的做法跟宁夏的揪面片类似 是穆斯林群众最喜爱的传统美食之一 将揉好的面团压扁 用擀面杖擀到不到一厘米厚的面饼 表面上抹上色拉油 盖上湿布醒一小时之后 用刀切成长条 再将其擀扁 用双手将其拉成长条 最重要的一步来了 用空下来手的拇指与食指中指 拽面片 将其丢入锅内 边拽边煮 吃的时候 浇上用西葫芦片 其他菜品与肉末熬制的扫子 再搭配以米粉 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面 就可以食用了 面片的香味 重点还是在这汤里 虽与前面在林夏吃到的 合作老炒做法不同 但其麻辣鲜香的味道 倒是很相似的 好了 美丽壮观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就带大家认识到这里了 下面我来对这里的经济状况 做一下总结 大通县属于四县城市 西宁市的夏夏县 2019年的GDP为106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为22,635元人民币 全县总人口为46.83万人 大通是西宁市少数民族 占比最高的县 其中汉州人口为22.27万人 回族为15.51万人 土族为5万余人 城市建设度68分 城市绿化度66分 在下一集节目中 我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同化一般的新区 多巴新区 这里是黄中区两个中心城区的另外一个 这里正建设的如火如荼 借助西宁海湖新区的东风 发展潜力巨大 以至于黄中区 未来的政治经济中心 都有可能转移到这里 是不是想跟我一起 去这同化一般的小镇 游览一番呢 想全方面了解中国各大县市的朋友 请继续跟着我的脚步 与我一起游历全国吧